好 接著 颱風的風雨 基本上 前面講過的 迎風面雨勢大 所以 以後 人家就考試 人家就考試 然後呢 畫一張圖 然後就問你 哪邊雨勢大 哪邊雨勢大 人家就考試就畫一張圖 問你哪邊雨勢大 畫一個臺灣 畫個臺灣 然後呢 說颱風在這裡 然後呢 臺灣在這裡 然後問你一個甲 一個魚 一個餅 一個釘 然後問你說哪邊雨勢大 然後逆時鐘轉 所以誰迎風面 這個迎風面嘛 所以這裡雨勢大 這種考試題目 問你哪裡雨勢大的 兩個地方雨勢大 一 迎風面 雨勢大 二 靠近颱風中心 雨勢大 雨勢大 所以 有個颱風在這裡 歷史鐘轉 誰是迎風面 西邊 西部迎風 雨勢比較大 那 東部背風 雨勢大 東部背風 雨勢就比較小 東部背風 雨勢就比較小 那如果 臺灣在這裡勒 歷史鐘轉 誰是迎風 誰是迎風 東邊迎風 東邊雨勢大 哪邊背風 西邊背風 西邊雨勢小 西邊雨勢小 所以就問你哪邊雨勢大 哪邊雨勢小 好 這個 當我們颱風進入臺灣海峽的時候 逆時鐘轉 所以呢 就會帶來西南氣流 聽過了對不對 颱風經通過臺灣之後 聽到領域報 要盛訪西南氣流帶來豪大雨 因為西南方過來 水氣多 然後呢 造成很多的降水 所以西南氣流 會帶來 局面帶來所謂的豪雨 豪雨 海峰一定會死翹翹 大家只要兩條路嘛 一條進大路 一條去日本嘛對不對 進大路 為什麼死翹翹 為什麼死翹翹 因為陸地沒有水 第二個 陸地摩擦力大 會損耗能量 所以他就死翹翹了 所以進大陸的 就死翹翹了 所以大陸什麼地方會吹颱風啊 東南沿海那個省 對不對 再進去一個省會不會 不會 學者考過一題 新疆沒有什麼災害 新疆沒有颱風 新疆不會有颱風 新疆不會有颱風 所以呢 就只有東南沿海這個省會有颱風 再進去一個省就沒有了 因為今天就死翹翹了 不見 因為摩擦力 因為水氣 因為他陸去日本 去日本也死翹翹了 為什麼死翹翹 那不是海嗎 海不是沒有摩擦嗎 可是尾度比較怎樣 高 溫度比較低 所以水氣不夠 水氣不夠 所以他也就死翹翹了 所以日本什麼地方會有颱風啊 南邊嘛 飛海道會有嗎 不會嘛 南邊才會有 上去就死翹翹了 所以呢 颱風最後一定會死翹翹 因為這個關係 我們要來做什麼關係 OK 颱風一樣跟美女一樣 好跟壞 颱風很重要 重要的水資源來源 沒有颱風我們就沒有水 有一年啊 台北市鬧旱灘 從冬天開始就下雨下很少 冬天少 春雨少 梅雨也少 想說完蛋要死在路上 7月來個颱風 所有事解決 所有事都解決了 所有事都解決了 所以颱風非常重要 颱風非常重要 他是我們重要的水資源來源 可是現在又是怎樣 山崩洪水 56 回去到莫拉克 莫拉克來台灣的前兩天 他有報紙在寫說 莫拉克是個好颱風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台灣也在鬧缺水 他還在比較邊邊的時候 為我們帶來的降水 解決了我們的水荒 而且還沒有什麼災害 雖然算是好颱風 誰知道才寫完 沒兩天就發發水 在一條人死在路上 下太多 很淒慘 不下 一樣完蛋 必要之惡 雖然颱風會為我們帶來很多的災害 可是他對我們台灣 確實必須要有的 因為沒有他 我們的水就不夠用 這是颱風的好跟壞 OK嗎 OK